隨著總統大選只剩一百五十多天 各家候選人紛紛提出政策 然而國內能源向來都是較為棘手的議題 面對核能重啟 引發各界熱烈討論 針對核能所產生的核廢料議題 原民團體也重新檢視 凡是目前來與核廢 簽出的問題仍未解決 重啟核能可能會與民意相悖 OK 好 這個因為今天選舉要到了 我就製造一個議題 製造一個話題 然後來進行這個 我的這個基本盤的這種收容 我覺得這種做法是非常的不恰當 之前有提過幾次的提前核廢料的選舉 那一個是在烏球 另外一個是在台東的達人 但是也都從來沒有通過 這個地方公投的同意 這個核廢料的問題 就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是不是適合在走這個回頭路 然後繼續讓偏鄉 跟原住民地區的族人去面對這個恐懼 民團也指出 過去政府在沒有知情 同意族人的狀況下 將核廢放進欄語 違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力 宣言的自由事前知情同意的原則 然而在能源政策推動之下 是否會因為大選而重蹈覆轍 原團也打出了一個大問號 其實原基法三十一條有規定 有害物質不得放置在原鄉 有沒有践行這個所謂的事前諮詢的程序 有沒有践行說如果族人不要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這有害物質能否離開原鄉 能夠停止開發 我們比較注意的是程序權的部分 選舉只是一時但家園經營卻需要事事代代永續傳承 原團就期盼將來運用自然資源推動能源開發 無論如何都必須與社會充分的溝通 而能源政策該如何推動 是各候選人及國人 都需要更細步的思考 原新聞感造馬藥許家榮 臺北市採訪報導 氏